2019年10月1日 五名男子在黃大仙龍牆道參與暴動及拘捕 經審訊後全部裁定罪名成立 法官連錦鴻於區域法院判處27歲行政人員 及24歲學生監禁4年半 30歲自由新演員監禁4年3個月 而22歲受醫助理及19歲港大生 分別判入勞教中心及教導所 連官判刑時指 案發日正值國慶 政府早於當年6月15日已收回逃犯條例草案異讀 當日示威只屬借題發揮 並非源於逃犯條例 連官又指 當日示威為社會帶來進一步分法 示威支持者被視為黃營 反之就是藍營 無中間可言 示威者口中崇尚的自由民主實質是專制 扼殺和平理性討論空間 連官分析當日大型暴力示威人數 時間、範圍都不小 癱瘓了九龍一帶交通樞紐 近千名示威者不約兒童地 身穿類似衣服和裝備出現 他們堵路、投窄汽油彈及燒毀十部電單車 形容示威者行動策略幾近遊擊節 令整個社區如同戰場不能正常運作 批評示威者自私自大、私出無名 以為自協高尚理念、犧牲他人財產自由 帶來恐懼和不安 連官又指 選委的設施雖然可以在短期內收復 但香港社會和諧和國際大都會形象 卻不可以 所以二四年半為暴動罪量型起點 連官認為暴動者非同質群體 亦非十我不捨之徒 相信本案被告若非走上歪路 並可對家庭、國家有所貢獻 連官俗指 每個人都需要為行為負上代價 預計各被告人心軌跡會受牢獄影響 但來日方長 網中人將來可以改緣疫徹 連官同情30歲自由新演員郭小傑 身患遺傳腎病 服刑較為辛苦 著情減刑3個月 判囚51個月 連官不佔納24歲副學士學生麥浩偉 在場為援助有需要人士的說法 加上毫無悔議 拒絕接納勞教中心建議 連同27歲行政人員何文謙一同判囚54個月 而22歲獸醫助理張啟昌 19歲港大理學生溫子林 連官就依報告建議 分別判兩人入勞教中心和教導所